财经消息来看到 收到在中国大妈 就会想到大妈们喜欢投资黄金股票 几乎是埋遍了全世界 现在大陆人还可以来台湾投资基金 为了活络国内的金融市场资金动能 所以行政院就拍板了 开放大陆投资人和陆资 来台投资外币债券跟基金 总共最高投资额度是10亿美元 大约是310亿的台币 那预估在11月底前上路 不过学者都认为 台湾人不投资台股基金 再加上这陆克都缩减来台了 要有效的增加动能 机会并不打 台股冻商平均每天不到千亿元成交量 已经好几年 为了替台股注入活水 行政院把脑筋冻到中国大妈身上 拍板开放大陆民众投资台湾基金 陆资和在台陆器不限额度 陆克则是和QD2共用5亿美元 另外投资国内市场30%以上的外币基金 除了QD2外再增5亿美元额度 30%以下和外币基金则是不受额度控管 最快11月底前就会上路 这也是蔡英文政府对中国政策首度开放 我认为两岸的各项交流 我们是乐观启程 但是对于陆资的乐钱引进来 国内到底我们有没有相关的风险管控 我也希望陆委会在这件事情上交代清楚 在国安跟经济相关的秩序问题 都无余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开放 那如果他们已经有做审慎的考虑的话 那我们会认为说让他金融更自由化 我是起枪支持 然绿立委虽不反对 但质疑风险控管 金管会也解释 这次开放投资标的 是外币债券和基金属于分散投资 不会对台上市贵公司股权控管造成影响 但打开投资大门 陆克真的会扛着钱投进台湾吗 现在两岸政治的氛围不是那么明朗 连陆克都不来了 你现在开放他的基金 而且对于陆资来说 他们全世界都可以投资 台湾的资本市场 甚至连台湾自己的投资人 都没有什么兴趣 你说陆资会有什么兴趣吗 都说女人撑起半边天 毕竟大妈们早就买遍全世界 台湾这小小市场 是否成为囊中物 就此吸引大妈青睐 有待观察 华语新闻 苏云宽 刘亦如 台北报导 聊一下 今天在监督中的小流